快看这个少年前一小时 还在被人嘲笑捡瓶子 下一秒就去学校食堂 给我充十万 原来就在一周前 男主正捡着瓶子 突然一个老头 跑过来叫住男主名字 您认识我吗 当然 我为了吊你废了 不知道多少瓶子 您到底是谁吊我干嘛 孩子我是你爷爷 男主骂到老东西 少占我便宜 男主还不信 老爷爷从裤兜里 拿出一张三人照片 这小孩不就是我吗 那就对了 你是我私生子的私生子 爷爷抱住男主 嘘寒问暖 这些年 你受了不少委屈吧 爷爷以后再也不会 让你受委屈了 你将继承爷爷的财产 成为世界首富 老头大中午的 你是喝了几个菜 胡话张口就来 我只对瓶子感兴趣 对扮演角色没兴趣 不过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得死一次 突然胖的一声 刚好遇到来绑首富的劫匪 男主被拿着枪的男人 领着脑袋 我们只要钱 你们乖乖听话 你和你爷爷都不会有事 即使男主被绑架 也要带上自己 辛辛苦苦捡的瓶子 劫匪看到 满满一大袋鱼室 走过去查看 不许动我的东西 那可是我下个月的生活费 劫匪一听 这话生活费 都是用麻袋装的牛掰 不过现在是我的了 男主一个 飞跃想要抢回自己的瓶子 不料抢夺过程中 不小心遮住了劫匪的眼睛 啪的一枪男主 直接隔屁 宿主身份确定 男 钱不多 二十岁 天豪系统激活 接着 上一话 我隔屁了来到了系统界面 系统人狠话不多 直接给我安排了十万马来 同时给安排了任务 一至千金 要我在六十分钟 花光十万马来 要求不可赠送结束 一毛钱都不可以留有 预计奖励复活 真的假的 所以说 系统就是让我花钱的吗 可以怎么理解 那我是死了吗 这个复活 是怎么回事 嘴头没错 你饲料 用途不限 我心思想瓢一个小时 也用不了十万吧 再见 祝你成功 身后愉快 流量流量 喂喂 不是我还没问完呢 我话还没问完 就回到上级 隔屁这里 绑匪和爷爷人呢 算了拿上我的水瓶子 先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吧 卧槽 太特么魔幻了 拿到这么多钱的男主 来到食堂 阿姨煎饼果子来一盆 面要现成的 大碗面要够长够快 多放葱白 不要葱花 鸡蛋放四个不要青 只要黄 价格随便开 钱多 任性 看着桌上的大盆 攀面好像忘记了 有时间限制 刚加起两根面条 眼前出现 时间结束任务失败 我一头扎在碗里 周围的同学 都朝我看过来 我又又回到了系统见面 男主一脸猛逼 不完成任务就会死 死地不过是 行事快从来 死不见手 你第一次少了三十分钟 这我能接受吗 我呀 穷怕了我做事 有一个原则 凡事到我口袋里的钱 就别想 再让我吐出去 我拒绝 好吧 给你五分钟考虑时间 此时从系统出来的男主 看见阿姨 都说出了国粹 我操小伙子 你醒了 可把阿姨吓坏了 以为没有满足你的 要求被气死了呢 下次阿姨不敢糊弄你了 快看这个男人 跟系统作对 系统直接让他失去味觉 男主刚吃了一口面 发现面没味道 问阿姨你这面条 怎么跟辣似的味道都没有 加那么多东西还没味道 同学 你口味挺重啊 男主发现自己 怎么什么都听不到了 忽然 我也瞎了卧槽 下一秒还没反应过来的男主 给大家表演了一个拜天地 哎呦小伙子 你又咋了 该死的系统 你真的王八蛋 接受我接受任务 我接受了任务 为什么还是非白电视 抱歉你死靠地太久了 这人给你提供 黑白电视后 肉肉地挺巧 你压得有病吧 给我等着 充卡给我充十万 系统我 完成任务了吧 不想看黑白电视了 还不信任务 死不得溜悠 人后心死地狗人吃菜 同学你的卡抽好了 刷掉全部给我刷掉 我说 全部给我刷掉 那可不行 你背点贪消费 这是学校的规定 不行而时间来不及了 同学们 今天中午所有的消费 由我钱公子买单 还不赶快去买点大鱼大肉 让同学们 戒掉吃主食的漏鞋 还不刷卡吗 难不成要我教你怎么刷 随着刷卡 记低的一声 任务完成 男主终于不用看黑白电视了 十万毛毛雨了 小钱小钱 低的一声 必夺任务 成为学生会会长 金额六十万 实现十天 这边男主来到了学生会 小子别以为 你赢了票选就成会长了 注意看这个妹子 为什么这么挫挫逼人 原来就在男主 花十万请同学们吃饭的时候 同学们分分好评 加点赞 票选男主当学生会会长 几人在这个男主 呲牙咧嘴的叫嚣着 男主却说 你以为我想进 你们这垃圾学生会 心想要不是任务 这会长都是给狗当的 靠这逼让他装的 此时现任学生会会长 心中有了小算盘 不如就让你先做财务部部长吧 买了湘金的器材吗 要花这么多钱 一分钱 一分货安全第一部长 部长这是上次吃饭的小票 给我报销了 报什么报账上 已经没钱了 那总不能我自掏腰包吧 要不然你掏钱报销 叫你们去拉点赞助 一整天就这么点 就这些 现在那些小商不好干啊 再说钱少爷 您还差这点钱不成 男主教导 你把我名字念全了 看我差不差钱 滚都给我滚出去 好你个刘胜豪 敢算计我给我等着 接着上一集 男主被刘胜豪暗算 我打开任务栏 看到剩下三天和三十六万马内 没工夫 跟这些吸血鬼浪费时间了 对了 你们不是喜欢把我当饭票吗 我就请你们好好吃一顿 我也相隔酒店 一名门童正在指挥倒车入库 喂 小哥你给我也指挥一下 你他喵的共享单车 指挥个屁啊 欠 男主正准备进大厅选座 被门童拦住了 这梗还过不去了 我们这里是高档酒店 必须穿正装 不穿不行啊 至少要打个领带 嘿嘿 不就是领带吗 这里我们致敬赌侠 男主这一身装备 配上这华丽的场景 马上就有人过来告诉男主 收废品在后门 男主职业并犯了尴尬 回了一句哦 下意识才反应过来 你妹啊 我来包场的 抱歉我们废品回收 没有包场业务 叫你们管事的来 不跟你计较 大堂两千 包间五千服务费另算 这么便宜 我直接包场一碗 把你们这最好的 都给我上一遍 什么那至少要二十万呢 男主掏出大麻袋 往地上一道 服务员直接惊掉下巴 对了你再帮我准备个东西 这一大堆 我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 给个鸡毛当令箭 看你能嘚瑟成什么样 你不会真的准备 让他当会长了 香香来了 今天你可真漂亮 看我怎么收拾他 别说那些没用的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得死药 突然一个服务员 拿着牌子 撞到了刘胜豪 哎呦 你怎么毛手毛脚的 不好意思 顾客让我去挂告试牌 着急没看到你 什么告诉牌 会长交接一试 我是会长怎么不知道 是谁让你做这个牌子的 是我 男主一手抓住了刘胜豪 刘胜豪一把推开男主 我是说 让你把财务部部长 干好在上位的吧 我觉得 我干得很好了呀 让我做财务部长 不就是给你们花钱吗 所以现在送你 一场奢华的退休仪式 这钱花的你还不满意吗 呵呵 太年轻了 谁告诉你花花钱 就能当会长了 是吗 这场酒席 是以学生会会长的名义开的 最后由学生会会长结账 一共三十万 你要是愿意就 花三十万 买这个会长的位置吧 臭小子你算计我 我记得 是你先算计我的吧 你以为我做这个会长 还没这点实力 我买了 会长那可是三十万 一会我给李少打个电话 就搞定了 他不会见死不救 男主拍了拍掌 会长好魄力 看来我还得抬抬价 诸位 今天这么高兴 想吃什么随便点 多贵都行 部长我想吃龙虾 吃什么龙虾太便宜了 你这不是打钱哨的脸吗 那什么东西贵 我听说鱼子酱 是暗克麦的能点吗 可以 点 每桌来一桶 钱不多 你可别太过分了 怎么 会长开始心疼了 接着上一话 刘胜豪黑着个脸说道 顶家是吧 看你拿什么跟我玩 刘胜豪带着挑衅 说道一桶怎么够吃 来两桶 于是同学们像猪一样 嗷呜嗷呜的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好吃痛快 会长 刚才我去看了一下账单 流水单已经达到四十万了 刘胜豪再次挑衅道 钱不多 已经四十万了 一会儿 要是支付不起 叫声会长 我会考虑 让你也吃点的 男主直接不鸟 他说道 服务员巴黎之花 黑套 全给我开了 到浴缸里洗手 靠逼全让你装了 我是个傻 不一会浴缸 都可以洗澡了 服务员一人一盒雪价 抽不了带回家 给财神爷上香用 一眨眼账单 已经飙到一百五十万了 一百五十万 我这小心脏受不了了 重头戏来了 太平洋深渊至尊帝王县 服务员 黑松落白松露 让我上 伴着螃蟹吃 两个疯子他们是 真疯了没得救了 两位少爷 打扰到你们雅兴了 不是不信任你们 而是金额巨大 已经达到金人的二百万了 谁是给全场买单的赵公子 先结一笔再继续 靠一不小心玩过头了 好的 一会儿我就去付款 我打个电话 叫人送钱过来 男主心想 系统任务只剩三十六万了 为系统爸爸 钱不够了怎么办 系统任务只能在 派发任务时支出金额 想要更多的金额 只能预领任务 行那就领一个 此时刘会长还在打着电话 李少有人瞧不起你 刘会长放心 我等会儿 就派人去送钱 钱不多看你拿什么跟我斗 此时 男主已经拿着两麻袋钱 倒在地上 服务员结账 刘胜豪惊讶到下巴 都快掉地上了 怎么样 刘胜豪 你要是拿不出钱来 继续进行咱们的交接仪式 可恶他从哪里 这么快拿出这二百万的 完了 突然酒店外 传来轰轰巨响 不会是地震了吧 众人出去一看 是来了一架直升飞机 此时飞机上 下来一位红发性感美女 是李少秘书 万小姐 你来得太及时了 闹剧结束了这顿饭 我们李少请了 哇塞 是传闻中的那个李少吗 男主还喊着 服务员我要加东西 这个会长 我当定了 万小姐再次出声 李少很欣赏 你是金钱为分土 所以你暂时是 学生会会长了 至于饭钱嘛 李少已经把这个酒店 买下来了 不用钱不多 同学顾虑 还送你个代理会长 小刘 你就当个副会长 服侍钱不多吧 傻 凭什么 怎么 你想违抗李少的命令呢 刘胜豪唏嘘道不 不敢 此刻系统提示到任务 称王 称霸完成 任务完成了 必都让李少庄了 但是我省下了200万好爽啊 注意看 美女冲进男厕所 居然挟持男主认输 原来就在一小时前 男主来到游戏厅拉赞助 顺便捡了不少瓶子 听到两个小伙说 有个小鬼打游戏贼厉害 于是 男主上前问道 怎么会是这么热呢 你刚才没看到老八 被一个小鬼虐了 一开始总是老八赢 但是玩了几局 小鬼就像开挂似的 各种神操作 换了几个游戏 都一样 老八也是个混游戏厅 这么多年的传说 极老玩家了 还输得那么惨 老八跪在地上 喊着 务服要再换一个游戏 小鬼说可以 但你还有钱吗 这他喵走错片场了吧 这不是与直播佐助吗 能打赢他的 也只有名人吧 男主说道 打个游戏而已 不至于玩几眼吧 小虎说 他们可是一万一局啊 男主听到这话 就像发现彩票 开奖号码似的 老八握起拳头喊着 你这扮猪吃老虎的小鬼 我叫你压扮猪吃老虎 刚要重拳出击 啪的一声 被男主挡住 老八别来无恙了 怨赌服输 现在都文明社会了 就不要动用暴力了呗 这小子装 孙子欠揍 我来会会他 这些年 你手艺不会荒废了吧 别大意了 输了算我的 赢了也算我的 怎么 捡瓶子的叔叔 也想和我玩 什么叔叔 叫哥哥 随后俩人 便开始了决斗 佐助还说着 第一次玩这个游戏 先熟悉一下操作 这个是拳 呃 这个是脚 男主直接一脚 KO 不讲武德 拿下游戏 佐助直接无语 脸都不要了呀 服了 都不让人家适应一下操作 不要脸 男主说到电子竞技 不需要脸 佐助说到第一局 而已我们继续 男主说 有钱不赚是傻瓜 几局下来 男主差点就输了 这小鬼牛掰啊 但是有着主角光环的 男主已单身20倍的手速 还是赢下了对局 慎叙的男主起身说道 我去趟厕所回来 再教训他 此时 男主身后的美女说道 臭小子挺厉害呀 男主在厕所 说道那小鬼真厉害 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太强了 基本跟我误开 忽然一脚丫子袭来 挟持住男主 叔叔赢的 差不多得了 什么叔叔 叫哥哥 还有你谁啊 和那小鬼认识吗 这你就别管了 本会叫你输你就输 男主竟想再抬一会嘛 我水龙头都准备掏出来了 男主瑟瑟的说道 不就是想让我放水吗 你要付出点代价 妹子直接把水龙头掰直了 你看这代价够吗 男主被吓得差点就弯了 接着上一话 男主走到佐助面前 叔叔甚虚吗 叫哥哥 佐助说别废话 赶紧开始吧 男主开始一顿操作 被佐助中击了一拳 就开始慌了 不得不承认 你是个天才 这局可能真会输给你 但是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接招吧 一招回旋踢直接 KO佐助 原来还可以这么踢人 还没反应过来的佐助 男主都已经溜之大吉 边跑边喊着 老爸算账收钱 回头再谢我吧 佐助听到男主说威胁他 便看向妹子 妹子红着个脸不说话 混蛋我宰了你 妹子脚踩风火轮 去追逃跑的男主 真是有趣的家伙 臭小子 你给我站住 男主被妹子 追了一条街 突然撞到一个大汉 大汉的珍珠奶茶 被撞飞了 好不容易 接住刚响吸一桶 妹子一巴掌 奶茶直接泼大汉一脸 大汉骂到你瞎骂 死丫头 绿毛小弟说道 大哥撞你那个男的 好像是钱不多 男主停下大口喘着气 问妹子 你怎么这么能跑 还是人妈妹子说 少废话是你肾虚罢了 赶紧受死 妹子刚想要动手 突然大汉 带着光头和绿毛赶到 大汉抓住妹子的手 妹子问大汉 你干嘛呀大叔 我不是给你道歉了吗 一会儿陪你一杯奶茶 还不行吗 大汉说 那是今天限定提供的 樱花少女奶昔 最后一杯 你怎么陪 是冲话都还没说完 沙包大的拳头 就贴男主脸上了 把他打成奶昔 给我上 哎 有话好 话又没说完 又是一脚 男主说 能不能不止打这一边的脸 妹子夸赞这几拳够劲 男主说道 我靠 把人不打脸 一杯奶茶而已 是你自己说冲你来的 大汉跟妹子说 小孩这没你的事 别看热闹快滚 妹子说 切 小切 还省得我动手呢 大汉对男主说 看来 你为什么挨揍都不知道吗 小子你越界了 你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自己想想 最近招惹了谁 是男杰五老二 叫你们来的吧 之前帝大学的废品收购 都是他的生意 你他瞄脑子里 除了捡瓶子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那就只有刘胜豪了吧 实话告诉你 我们俩没什么仇 我就是拿人钱 才替人消灾 听说你也挺有钱的 你开价比他高 就不用挨揍 意思是掏钱 就不用挨揍是吧 我们的男主 怎会任人摆布 我拒绝 我钱不多 从来就是要钱不要命的 众人一听这话 直接就是一顿输出 佐助此时打电话来问情况 妹子把现场看到和听到的 全部汇报给佐助 原来他就是钱不多啊 嗯 刘胜豪有意思 朗月 互助钱不多 别让他死了 快 妹子听到 佐助叫他就钱不多 手机随手一扔 直接一个飞踢 踹在大汉脸上 大汉中午吃的 番茄酱都喷出来了 绿毛和光头 见大哥晕死过去 臭丫头你找死 抡起拳头 就想感受一下妹子的大腿 妹子怕你们看不到 一个跳跃让你们看得够 光头的鼻血 直接喷了三米高 绿毛都已经看呆了 下一秒绿毛用脸 狠狠地接了一腿 没看够吗 还不快滚 光头走时 还不忘多看两眼 妹子问佐助都搞定了 还有什么指示吗 嗯 这家游戏听我买了 下次我要赢他 接着上一话 男主被系统召回系统界面 男主问系统 我是被揍死了吗 怎么又回到这里 系统解释着 那种程度的攻击 不会有生命危险 让你进入系统是提醒你 上次预知的任务快没时间了 男主出来后 看到任务室 组织学生会 做一次全校范围活动 行事不限 男主心享有了 搞个擂台赛任务 不就完成了 顺便找个能打的漂亮妹子 原来男主刚刚被群殴之后 便想找个能打 又好看的妹子保护自己 于是第一届女子摔跤擂台赛 正式开始 二百万奖金一出 五只母猩猩往擂台上一站 台下众人怒喊 我等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何要伤害我们的眼睛 凶猛的大猩猩怒道 赶紧开始不然捏碎你的龟头 卧槽忘记设置 参赛要求了 那那就开始吧 马上擂台上两只大猩猩 相互扑去扭打在一起 会长 我第一次对女人 感觉索然无味呢 男主心享我的青春结束了 一眨眼的功夫 已经分出胜负 胜出者是 留胜好表妹李胜男 还有要挑战李胜男的吗 只见台下议论纷纷 众人以为 这二百万奖金非他莫属了 这只母猩猩太牛掰了 突然一只细嫩的小手举了起来 这个可爱妹子 想要挑战母猩猩 众人议论着 这不是那个 打工狂人刘思慕吗 听说他家庭不太好 一直在勤工俭学 母猩猩嘲讽道 害你瘦的 跟小鸡仔似的 小心有命 挣钱没命花啊 会长会长 这妞不错呀 男主说那又怎样 他难不成打得过那只母猩猩吗 见母猩猩 冲向妹子发起攻击 妹子一个闪身就躲开了 再凶猛的攻击 也碰不到妹子分毫 男主以为妹子干不过对方 想用一百块诱惑母猩猩 卫卫地上有张红票票 不料是妹子被诱惑了 妹子捡起红票票 猩猩见破绽 驶出乌鸦座飞机 轰的一声 从泪台传出 众所周知 有烟无伤 男主正心想完了 出人命了 就在母猩猩洋扬得意的时候 妹子竟把他举了起来 众人惊呼 他居然能举起 二百多公斤的李胜楠 妹子举着母猩猩 然后砰的一声 让母猩猩摔了个狗 吃屎 众人惊呼 这太厉害了吧 妹子谦虚地挠了挠头说 这还没我在工地搬砖来的尘 本以为结束了 没想到母猩猩又站了起来 说小丫头你惹恼我了 然后冲向妹子 妹子闪躲不及 被抓住了手腕 眼看母猩猩想双手 抓住妹子 再来个乌鸦坐飞机 没想到妹子一个金蝉脱鞘 一个急跑 绕到母猩猩身后 抱着母猩猩 就是一个后空翻 又被摔了个狗吃屎 妹子心想 这次应该站不起来了吧 主持人看着晕死过去的李胜男 惊掉下巴 胜者刘思慕 众人欢呼呐喊着 两人不禁流下了眼泪 小爷的青春回来了 胜利的妹子 急着想要200万奖金 不料男主告知 秘书选拔赛 不是奖金是工资 你得给我当秘书 我才能给你钱 妹子问男主秘书是干什么的 男主却胡思乱想起来 男主摇了摇头说道 当然是24小时 贴身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妹子看了看手表 外卖快超时了 于是 妹子拿出一件外卖公衣穿上 我该去送外卖了 下班再来找你老板 留下两人一脸猛逼 原来她的母亲 得了白血病 才这么想要钱 所以 她一天打三四份工 就是为了赚够500万手术费 接着上一话 思慕来到医院 开心地让母亲吃饭 母亲担心地问 思慕 你吃了吗 你看你都瘦了 思慕安慰母亲我没事 您的身体要紧 母女俩正聊着天 马上就能凑齐手术费了 不许母亲说 丧气话 护士刚好听到对话 嘲讽到还手术费 赶紧把住院费交了吧 这都几天了 你们母女俩不要脸吗 我们这不是 做慈善的 不交住院费 就别占床位 护士一顿扎心的话 让思慕伤心到 眼角不禁流下眼泪 思慕把护士推出去 让她别当着母亲的面 说这种话 护士理直气壮地说 本来就是 你个小丫头哪来的钱 出去卖吗 这时男主闪亮登场 肥波你是刚吃了奥利给吗 嘴巴那么臭 思慕喊了声老板 护士感慨老板 这小屁孩吗 男主说 思慕你下班走得太急了 工资还没来得及发给你呢 这是工资 于是一大堆钱 被男主倒出来 护士哪见过这场面 直接跪下 怀疑人生 今天一次性 结亲二百万 用这些钱给你母亲 交住院费和手术费吧 思慕捂着嘴 颤抖地喊着老板 护士手忙脚乱的 捡着钱 说着丫头 你是勾搭上富二代了呀 我怎么没这么好的面 阿姨 你可闭嘴吧 赶紧拿着钱下楼脚废去 思慕红着个脸 不知道说什么好 男主笑着说行了 快去跟你母亲说一声 别让他担心了 这里恭喜 男主喜提后供一枚 思慕开心地摇着花手 向母亲走去 母亲问到这位是谁啊 思慕开心地介绍着 这位是我老公 啊不对是老板 母亲笑得合不拢嘴 男主看着这温暖的画面 感慨有亲人真好 突然系统告知男主 任务完成奖励聚宝盆 任务结束时 剩余金额 可用于下次任务 男主心想这奖励太好了 这样就可以存钱了 低得一声新任务 成为新的心理协会会长 任务金额200万 实现15天 注意看男主正在送外卖 不料在女生宿舍 看到要付费的画面 两妹子正在闲聊 聊着聊着 就摸这里抓那里 看得男主狂喷鼻血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私募来到地大学附近 送外卖 不料碰见男主 你母亲的费用 不是解决了吗 干嘛还要送外卖 私募转移话题 问老板你怎么在这里 当然是找你啊 我花钱雇你 让你贴身保护我的 结果一上午 不见人影 私募害怕的 连忙道歉 对不起 男主说 算了我能理解 男主问 私募送外卖能挣多少钱 私募数着手指说 一天不到几百块吧 男主心想 这不比我捡瓶子 来钱快吗 于是男主说来 给我来两单 随后女宿舍一楼 为你外卖到楼下了 给我过来取餐 没下课呢 等我下课吧 于是电话就挂了 等待过程中 还总是有 妹子出入 看你这都胖了 你胸前不也胖吗 男主控制不住 鼻血喷了出来 香巧问男主怎么在这 我在这里等顾客拿外卖 你没事别来烦我 你送外卖吗 你不觉得送外卖 这三个字 从你口中说出来 就是个笑话 随手就能拿出 二百万的人 还需要送外卖吗 还送到女宿舍 我看你就是来 白嫖我们的吧 变态 随后男扮女装的社会阿姨 听到这话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把男主轰了出去 男主还在解释着 我真的是送外卖的呀 饭还在里面呢 然后迎接他的就是 一盒饭非男主脸上 私募帮男主擦着脸 对不起害得你被投诉了 缺爱的吉娃娃断我财路 私募说到没关系 投诉是经常有的 只是有一单被投诉的话 今天就白干了 男主大骂吸血鬼吗 奸商要罚这么多 还不如做系统任务 来得钱快呢 于是男主看到一条支线任务 让男主搬住明天 第一个求助你的人 男主骂到 怎么这么多支线任务 系统说到 你不是喜欢做系统任务吗 我现在给你了你又抱怨 男主无语地说到 你看你这支线任务 金额低得离谱 扶老奶奶过马路 才五毛钱 陪公园大爷下棋 才一块二 亏死 系统生气地回复 那你就去送外卖吧 注意看 这个大汉丝的一声 划开妹子的衣服 随后就要进行不可描述的画面 原来就在一天前 刘胜豪抱住男主大腿 让男主救他 男主说到 你还好意思找我 上次找人揍我的事 没找你算账 就不错了 刘胜豪哭着脚边那伙人 不是他找的 是李少找的 现在我也被那伙人缠上了 非要跟我收保护费 男主问怎么回事 刘胜豪继续忽悠男主说 李少找这伙人收保护费 他的势力编布整个地大学 黑白通吃 你是会长 他这是给你下马威呢 我是副会长所以也受牵连 男主正怀疑 刘胜豪 刘胜豪说 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你怎么可以怀疑我 我们应该一致对外啊 男主却说我不关心 李少怎样 我就想捡捡瓶子 混日子 你找别人吧 突然想到 昨天的任务是 帮助今天第一个向你求助的人 男主只好无奈地答应下来 刘胜豪没想到男主会 这么轻易地答应 帮助他 连忙磕头道谢 于是为 刘胜豪 那边有个瓶子 刘胜豪捡起瓶子 就给男主 于是问男主 什么时候打钱 那群混混 还等着呢 男主一脸疑惑 我说过要给你打钱吗 我这个人从来就是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啊 刘胜豪一脸问号那你 什么 您别跟我开玩笑啊 没开玩笑 不是不想给你 我真的没钱 怎么可能 您可是前哨啊 这不完蛋了吗 怕个毛 直接约他们出来 我自有妙警 第二天 小子带钱了吗 刘胜豪骂骂咧咧的 踢着一个麻袋说带了 你们前少爷真会玩 拿麻袋装钱 大汉打开麻袋一看 全是不新鲜的水瓶子 臭小子 拿我寻开心事吧 男主问大汉 那你开心吗 大汉看向男主身后 以为又是上次那个疯妹子 看到是个萌妹子 不是上次那个疯丫头 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不知道 这个更疯 擂台上跃个 三百多公斤的母猩猩 跟玩似的 男主看到刘胜豪都被吓尿了 无语地捂着脸 大汉这边也不废话 直接招呼 小弟给我上 不要解决大汉的弦猪手 伸过来的瞬间 被丝木一个过肩摔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剩下的小弟蜂拥而上 妹子一个滑铲 加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小嘎啦直接全部被撂倒 男主正高兴 突然一棍男主差点变成二百五 然后男主被大汉抓住 威胁丝木再敢反抗 就给你老板放放血 然后两人就被绑在电线杆上 钱不多 给钱 我保你二人没事 嘿嘿不给的话 撕的一身妹子的衣服 被割破 我就先截个色了 大汉拿着作案工具 准备看看妹子 那黑布后的球 多大多白 嘶的一声 黑布被划开一个口子 就剩一厘米了 大汉说 现在六十万了 再犹豫就八十万了 黑布已经被划得破烂不堪 这里大家不喜欢看 很大很白 我们就别看了 及时赶到的急娃娃 大汉住手 警察已经再来的路上了 绿毛问老大 怎么办 大汉愤怒地 滋着牙 他喵得先撤 男主叫嚣着有种别跑啊 愤怒的大汉 反手就是一棒子 警察及时赶到 吓跑了小混混 急娃娃边松绑 边问着你们没事吧 刘胜豪不知道 从哪个角落跑出来 我的小姑奶奶 你咋来了 我差一点就看到 那两个大球了 其实是刘胜豪 让香巧躲在暗处 见情况不对就报警 香巧捏着鼻子问刘胜豪 你好骚啊 是不是刚刚被吓到尿裤子 他 此时没有利用价值的男主 已经昏色了 急娃娃问刘胜豪 要打电话 叫120送医院吧 不过这是 咱们承担不起 让学校来处理吧 于是 教务处这边 怎么回是刘胜豪 又是你们学生会 上次在酒店铺张浪费 这次又跟小混混扯上关系 你想要我们毕大学 民生狼藉吗 刘胜豪把责任 全部推卸给男主 然而来到男主这边 怎么又进入系统了 破系统就会给这些破任务 然而滴的一声 奖励了男主 一个金手指 可以拨动某虚拟货币的能力 差点忘了看你天天挨动 给你开个自动修复 怕你哪天扛不住个屁了 而后男主醒来 看见思慕羞着个脸 男主问思慕 你一直在照顾我吗 思慕呆萌的点了点头 随后拿出退学通知书 男主看到退学通知书 问为什么 我被退学了 刘胜豪呢 思慕回到 学校说你跟小混混查假 他们只是去劝假的 男主听到这话 气势汹汹的 要去找刘胜豪算账 刚走出医院 一个声音传来 钱不多 听说你被学校劝退了 两人疑惑你怎么知道 朗月笑着说道 因为我也是帝大学的呀 我是来劝你 别去找刘胜豪 当务之急 是去找主任 解决退学的事 朗月见男主不听劝告 必须要去讨个说法 于是朗月试图抓住男主 然而思慕抓住朗月 你想跟我比划两招吗 随后朗月反抓思慕 一用力就把思慕拽了起来 加上一个剪刀腿 夹住思慕 而我们的思慕也不是吃素的 使出洪荒之力挣脱 而后拽着朗月猛然一甩 我让他去处理退学的事不对吗 你不也被连累退学了吗 他是我恩人 退学不算什么 此时男主走了过来 心中怒火中烧 心想连累了思慕 还是决定不去找刘胜豪了 便问朗月该怎么做 思慕发人深思看着男主 朗月说道 处理这件事的事 不遜私情 包善贬恶的孟主任 要洗刷你的冤屈 只能你自己登门拜访 男主本以为这世上没什么事 是超能力解决不了的 却没想到 这个老师最讨厌的就是 贿赂和投机取巧的人 原来就在一小时前 小区内男主按下 一老人开门问道 孩子你找哪位 我找你孟老师 我有一事相求 于是刚介绍完自己 晃得一声门就关上了 男主的手还被夹住了 疼得男主大喊 你干嘛 老师再次开门 指着男主说道 你求我什么事 我都不会帮你的 下一秒门再次被关上 男主在门外委屈哭喊 老师我另有冤情啊 老人探出头来问道 什么冤情 男主累汪汪的解释着 我得知是您处理 我的退学手续的 但刘胜豪说的 并非事实啊 孟老师让男主进屋 坐着慢慢说 于是男主把源头原尾 告知于老师 听完男主一席话之后 老师觉得男主 不像在撒谎 因为刘胜豪说的 都是一面之词 这件事我会重新调查的 于是老师 向男主道歉便解释 我还以为 你是来贿赂我办事的呢 我平生最厌倦那种 贿赂和投机取巧的人 男主听到这话 庆幸没掏钱贿赂 随后心虚的男主 说了声这事 就麻烦老师您了 便离去了 男主走后 老师就打电话给刘胜豪 于是电话传出 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于是老师一脸疑惑 空号 昨天还能打通的呀 然而 一毫滑小区内 李少正打着游戏 朗月回来后 跟李少说 你的话我已经帮你转达了 您准备怎么处理刘胜豪 李少风清云淡的说道 我让他消失了 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差点毁了我看上的人 再次来到孟主任这边 孟主任正给校长打电话 事实并不是刘胜豪说的那样 而校长这边说 早就已经查清楚了 孟主任不用管这件事了 他确实是无辜的 于是 电话就挂了 孟主任觉得 这是太草率了 随后一声霸我回来了 原来吉娃娃是孟主任的女儿 吉娃娃问父亲 怎么了发什么呆 于是孟主任 把刚才听到的事实 讲给吉娃娃听 于是吉娃娃 说了一大堆 男主的坏话被父亲训斥了一顿 随后吉娃娃 想找刘胜豪问个清楚 发现电话打不通 就想第二天 找他当面问清楚 注意看妹子 冲进男宿舍 周围的男生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妹子推开门 便问刘胜豪在哪 一同学回到 刘胜豪被调去非洲了 刚好男主骂骂咧咧的 来找刘胜豪要个说法 于是妹子揪住男主衣领 误以为是男主将刘胜豪 调去非洲了 一旁的同学过来解释 你误会前哨了 昨天下午 我听见刘胜豪 在打电话边哭边求饶 李少冷漠地说着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还一次次 挑战我的底线 你就去非洲 当个上门女婿吧 小球长28个女儿随你选 算了刘会长 这么贪心 还是都给你吧 就这样刘胜豪 在非洲后宫家里三千 两人听完一席话 笑得合不拢嘴 于是吉娃娃问绿毛 有没有听到电话那头是谁 是李少 男主还不知道 李少是哪路神仙 吉娃娃给男主解释着 李少的势力 遍布整个地大学 不仅仅是学生 老师包括校领导 都渗透了他的势力 他的身份至今为止 还是个谜 但是他谨慎神秘 甚至不知 他是否真的存在 一旁的蓝毛说 有个办法能接触李少 学校有个三线小网红 直播水平很一般 但李少给他刷了500个火箭 蓝毛把网红的照片拿了出来 男主认出 这妹子是之前在学校门口 抢我瓶子的妹子 于是几人点开他的直播 讨论着他直播 没什么意思 就是这身材太哇塞了 于是男主几人看得狂喷鼻血 吉娃娃挺着胸说道 搔手弄姿的 哇塞什么 男主问吉娃娃 怎么还没走 吉娃娃尴尬地说着 我监督你们这些猥琐男 看这些不健康的东西 于是男主指着 没穿内内的吉娃娃说道 难道你那个叫健康 啪的一声 你干嘛 男主的脸被打得都冒烟了 随后吉娃娃 也要看看直播间什么情况 金发妹子一开播 就有大老疯狂刷火箭 就在刚刚 男毛 告知男主一行人 妹子说 谁能刷上榜一 就和谁撕下见面 下一秒之间播内的 东哥就送出一发火箭 男主不甘落后 先刷十发火箭 让主播尝尝甜头 突然 李少直接刷出一百发火箭 男主两人见目标出现 直接送出二十发 金色传说超级火箭 李少微微一笑 就这直接五百发金色传说 吉娃娃 一脸震惊说道 看来炫富第一名 也不容易啊 男主心想 实力赢得过 外挂嘛 于是男主使用之前得到的 金手指 可以随意使用虚拟币的能力 一千发超级火箭 轰炸直肩波 李少感慨 好久没有这么兴奋的感觉了 不过想打听我的消息 不会这么便宜 正准备再送的三百发 朗月走过来 问少爷在干嘛呢 下一秒 一把抢过李少的手机 李少正尴尬的 解释着不是你想的那样 朗月不听解释 少儿不移的东西不准看 你成年了 爱怎么看怎么看 于是直播结束了 金发主播让 网易男主一会私聊 线下见面 第二天 男主便约了金发妹 吉娃娃和思慕也跟了过来 你看你老板的脸 红得跟猴屁股似的 男主问吉娃娃干嘛跟过来 吉娃娃解释道 我是来问李少的下落的 思慕也解释着说 是来贴身保护男主的 于是在三人打招呼的时候 系统给出一个任务 让男主和妹子接吻 于是男主提出去看电影 这样自己才有 么么哒 这机会 电影院那妹子 疑惑周六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殊不知 已经被这家伙包场了 男主顺便打探李少的消息 妹子说认识啊 话还没说完 啪的一声 一只小手抓住男主 吉娃娃看恐怖片 被吓到了 男主心想这样 怎么亲得到 于是男主递出一杯可乐 吉娃娃瞬间不爽了 为什么只给他买 男主却想着 让妹子喝完再 拿回来自己喝 不就直接间接接吻了吗 突然 思慕把可乐抢了过去 喝得一脸享受 便说道 刚好我口可谢谢老板 计划失败 男主走在三人身后 心想再这样下去 任务肯定失败 于是男主建议 逛一天了 不如找个宾馆休息一下吧 妹子说道好呀 去哪休息 男主只向路边招牌 速日酒店 吉娃娃问男主 去酒店干嘛 男主说道 当然是干大人都干的事情 酒店内 红中 白板 碰 四人打起了麻将 男主想起 差点把正式忘了 便问妹子有没有见过李少 妹子表示 没见过 这是第一次陪粉丝下线见面 系统这时 提示男主 任务还剩五秒 男主起身勇敢地 亲了过去 就在男主洋洋得意的时候 被系统告知亲脸不算 任务失败 然而作为 惩罚就是 赏你耳八子 干嘛 男主摸着自己的脸蛋 没知觉了 注意看 男主站在楼顶 张开双手 仰望天空 随后猛然一跃 啪的一声巨响 男主去世 全剧中 就在一小时前 地大学楼顶 男主在直播间宣告 演个静景魔术 自由落体 男主跟女主播妙妙 同步直播 男主第一视角 妙妙第二视角 妙妙并且表示 谁能破解这个魔术 就可以和我们线下交流 心理协会会长 马高杭正疑惑 这人是谁 怎么跟妙妙 一起直播 李少同样疑惑 钱不多怎么和妙妙 搞到一起去了 男主这边 正介绍着魔术 这个魔术很简单 自由落体 顾名思义 从楼上跳下去 说着 就让直间波的粉丝 给男主刷礼物 直间波 各种礼物一刷 男主自信地张开双手 猛然一跃 楼下的两只狗 正在交配 随后被男主下的 强行拆散 咚的一声 还是最狠的头朝地 两人看见这一幕 大惊失色 男主这边被摔得 番茄枝不停地往外流 直间波内的观众 还在质疑 这是特效吧 太逼真了 而男主 因上次接吻任务 未完成 失去了痛觉 妙妙下楼说道 这也太逼真了 男主让妙妙看看 有多少礼物了 于是点开之间波看到 已经有一百万了 有的网友不信邪 看不出特效的痕迹 让男主再来一次 男主说道礼物 不要停 就没问题 随后男主 就是各种姿势跳楼 跪着跳 空中360度 旋转跳 落地都要装个逼 就在男主上楼时 系统让男主 差不多得了 还要不要点脸 男主回到 系统有bug 怪我咯 这叫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系统生气地回到 让男主等着 男主比了个鬼脸 便又继续跳了几次 男主累地喘着气 说道 天色不晚了 可以收手了 随后男主 便要提现收益 却没想到 直播被举报查封了 男主还以为 是系统搞的鬼 便问妙妙的账号 被封了没 妙妙看了一下 自己的账号说道 完了我的账号 也被封了 温馨提示 此视频 仅供观看 请勿模仿 注意看 男主看见了什么 居然卸了一裤兜 就在男主 找到妙妙后 剑朗月也在房间里 而后朗月便解释 等你们感到 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随后滴的一声 热物失败 神经敏感加持 男主一脸疑惑 系统解释道 你的热物愚微微花完 随后男主看向 躺着的妙妙 只因看了一眼 抠泥鸡袜 随后 男主卸出一道彩虹 某个地方 貌似心满意足了 敏感加持的男主 卸了一裤裆 思慕问男主咋了 男主尴尬地说道 与你无关的是 思慕把妙妙叫醒后 得知是马高行干的好事 男主让妙妙好好休息 便说道 这事就交给我吧 这么大个地方 没人接待吗 马高行起身怒吼 谁他妙这么狂 见到是男主立马就怂了 哪阵 香风把您吹来了呀 男主指着马高行 你哪位 马高行低头哈腰地说道 我是心理协会会长马高行 随后男主便开门见山说道 要收购心理协会 便问贵不贵 马高行点了点头 贵能不贵吗 男主一个响指 思慕到处一麻袋钱 给我跪下 扑通一声 马高行纳闷 膝盖怎么完全不受控制 见男主坐在那哼着小曲 马高行用最嚣张的表情 说着最怂的话 前哨 以后心理协会 就是您的了 男主这边盯的一声 称王称霸完成三分之二 随后男主让 马高行把合同签了 秘书优雅地 把合同拿给马高行 这他喵哪是合同 分明是卖身器 男主让马高行签字 签了就能拿到二百万 于是马高行便傻傻地 签了卖身器 签完合同的马高行 摇身一变 灰灰将登场 我知道你是猛男 所以穿上裙子 你更是猛男了 随后 男主迫不及待地 让马高行上台表演 直间播内 大家好我是马灰灰 李少饶有兴趣的 看着手机 真有你的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舞蹈 极乐净土 所谓 天道好轮回 净土 饶过谁 男主举着牌子 让马灰灰好好跳 表演结束后 男主夸赞马灰灰 就收获几十万礼物 真是女装天才 马灰灰 挠了挠头 过奖了过奖了 随后 男主告诉马灰灰 有个好消息 榜一大哥非常喜欢你 名叫李大 说一会让司机来接你 马灰灰不懂什么意思 男主说道 这你轻车熟络 总有人愿意知男儿上啊 你干嘛 平日里 嚣张跋扈的吉娃娃 如今居然低三下四地 为这位妹子端茶倒水 甚至让吉娃娃 当起了跑腿 吉娃娃二话不说 转身照办 回到一小时前 称王称霸任务 只剩下 最后一条社联 男主看着任务栏 背水一战 成为社团联合会主席 任务金额高达三百六十万 实现十五天 男主没想到 最后的这个任务 金额会这么高 心想那又有什么用 最后还不是必须要花完 思考一番 当务之急得先加个社 突然吉娃娃的出现 打断了男主的思考 钱不多 你在搞什么呀 看你把学生会 都弄成垃圾场了 男主被说得老脸通红 说到空着也是空着吗 男主趁机问到吉娃娃 有没有加社团 吉娃娃回到 参加了呀 怎么了 男主黑黑一笑 帮我一个小忙呗 随后男主便来到社团参观 吉娃娃带男主 先看了看自己 得意的作品模型 吉娃娃为男主解释着 这些只是模型 最后还要建造出实物呢 你看 这是欧美简易风格的别野 这是新的中式庭院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城堡 我希望有一天我的作品 能获得全球建筑设计的奖金 成为世界顶尖的建筑设计师 男主心想 没想到吉娃娃平时那么烦人 谈及梦想的时候 整个人都发光 突然一个妹子打断了 两人的谈话 吉娃娃立马为男主介绍 这就是我们建筑社的社长间 我的好闺蜜王萌萌 妹子感慨道 想必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 学生会会长钱不多 钱会长吧 男主笑了笑说道 不敢当不敢当 钱会长我们坐下来聊吧 随后妹子便吩咐 一旁的吉娃娃 香香去给倒两杯咖啡 92度黑咖啡 不要奶金和糖 吉娃娃说了声好 便去了 此时的男主 已经开始有点搞不懂了 妹子接着说道 我听香香说钱会长 有兴趣加入我们的社团 男主说道 自己在建筑这方面 非常有天赋 且看别人的作品 只见男主掏出一个 用胶纸和水瓶做的 城市环保主义作品 并且命名为城堡 妹子见到男主的作品后 好似瞬间老了十岁似的 吉娃娃端着两杯咖啡 走过来说道 什么环保主义啊 这就是他拿废水平年的破烂 此时吉娃娃的塑料闺蜜说道 香香 你帮我下楼拿个快递吧 我新买的名牌包包到了 吉娃娃还是二话不说 直接照办 此刻的男主 已然发现 这两人关系 根本不是什么好闺蜜 好闺蜜怎么可能 这样使唤对方 男主问道 真是奇了怪了 梦香巧这家伙 一直嚣张跋扈 怎么到了 你这里这么听话 钱会长 你可真会开玩笑 好闺蜜不就是 应该互相帮助吗 男主听见这话 瞬间无语了 男主出来后 吉娃娃说道 没想到 王萌萌真的会 同意你加入建筑社 你是怎么做到的 男主随便敷衍了一下 也许是我的超能力吧 实际是男主给王萌萌 准备了些名牌包包 随后男主问道 梦香巧 你和那个王萌萌 其实并不是闺蜜吧 你什么意思 男主解释道 实不相瞒 因为穷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朋友 但我相信朋友 建筑设计是非常好钱的 普通家庭 完全无力支撑 我参加全球建筑设计大赛的梦想 所以那时 我想成为学生会会长 得到李少的资金支持 可惜被你这个程咬金全脚弯了 男主心想 要怪就怪系统吧 王萌萌家族 是地产大亨 他愿意资助你 按王萌萌的性格 不会平白无故支持你吧 是啊 他就是想让我给他端茶倒水 他想要我干嘛 我就得照做 说着说着 一向高冷的梦香巧 眼角不禁流下眼泪 你们有钱人不就喜欢践踏别人尊严 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吗 也许没有男主这个人 吉娃娃也不用被王萌萌欺负 防火防盗防闺蜜 就在男主了解梦香巧的 所作所为之后 男主想不到 大学教授的女儿也会因钱犯愁 梦香巧指着男主说道 全球建筑设计大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想要招人 把我的作品建造出来 我不管你加入社团 有什么目的 请你不要妨碍我的比赛 男主一听招人 便来了兴趣 一躬地内 思慕扛着六麻袋水泥 夸在男主头脑真犀利 原来加入社团 一天还可以挣三百块 而男主使出吃奶的劲 都扛不起一袋水泥 便不可思议地看着 思慕扛着六袋水泥 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可见思慕的力气有多大 香梦巧这边 你们没看图纸吗 这里完全不是这样建的 而工地师傅觉得 一个微缩警官见解 差不多就行了 香梦巧解释着 这个作品的每一处细节 我都计算好了 你这样乱改 成重点就不对了 而师傅说道 这东西既算有什么用 最后还得以实际情况为准 你们大学生就是喜欢纸上谈兵 嫌我们见得不好 有本事你自己来 香梦巧憋着怒气 戴上安全帽 扔起锤子直接就是 腾腾腾肥 给我拆了重建 工地师傅不经感慨 这大小姐的脾气 一转眼华丽的城堡 便见了出来 香梦巧看着这 梦想中的城堡 咧子一笑 终于完成了 男主不经感慨 我滴妈 这么豪华的宫殿 得多有钱 才能住得起 香梦巧解释 这是艺术 无助人的 男主觉得这太浪费了 下一刻 王萌萌带着 预审团的评审 就来到了这里 只见蓝猫说了两句英文 So cool I Beautiful I 我没文化不懂说的是啥 只见评审与王萌萌说道 帝大学真是藏龙卧虎 能做出如此巧合天宫的剑度 这样的作品 夺冠应该是没问题了 梦香巧的大耳朵 听得一清二楚 听评审这样 夸奖自己的作品 便开心的上庭问道 真 真的吗 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她的作品 王萌萌一笔拽着香巧说道 行了香香 你别太激动了 香巧说道 知道 你要得奖了 我这是在替你高兴 评审笑了笑说道 你们还真是姐妹平身啊 随后评审拿出 预赛通过的证书 交给香巧便走了 梦香巧拿起证书 剑上面写着 亲爱的王萌萌小姐 恭喜您的作品 剑梦 通过大赛预选 剑没有自己的名字 梦香巧 并问王萌萌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作品上面 写着你的名字 王萌萌说道 不是说好了 这是我们共同的作品 我出资金 你出才华 愤怒的香巧说道 那为什么没我的名字 王萌萌握住香巧的手 说道 咱们都是好姐妹 一个名字而已 计较什么 香巧握紧拳头 怒斥道 这可是我的作品 此时 王萌萌不装了 你的作品吗 梦香巧 别不要脸了 这里的一砖一碗 哪个不是我花的钱 哪个是你的 香巧便说道 创意 想法 设计都是我的 而王萌萌却说道 作品名字 加上孟香巧的 孟子已经是 最大限度的妥协了 香巧嚷嚷着 不加她的名字 就要去告王萌萌 道用 侵权 王萌萌毫不在意 因为设计的手稿 和资料都在她手里 问香巧拿什么告她 纠占却逃 愤怒的香巧问 王萌萌 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萌萌撩着头发说道 抱歉 明年我要去巴黎定修 这个作品 是我在圣伯克利亚学院 立足的筹码 香巧听到这话 顿时不乐意了 所以我的心血 变成了你转学的踏板 是吗 王萌萌你出身高贵 什么都有 干嘛要抢我的作品呢 说着香巧就要跪下 求王萌萌不要抢她的作品 忽然 一只手拽住了孟香巧 一旁的男主看不下去了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钱不多 看不惯你 接上集 男主看不惯王萌萌的做法 男主指着王萌萌说道 别以为仗着自己有两个臭钱 就可以欺凌他人 你这种行为 让我觉得反胃 王萌萌笑了笑说道 你不也仗着自己有钱 无作非为吗 男主牵着香巧的手说道 可这种除了有钱 一无是处的家伙 无话可说 随后便骂骂咧咧的 带着香巧走了 地大学内 孟香巧还沉浸在 作品被抢的痛苦中 男主吐槽道 大哥别哭了 你人设都崩了 香巧哭得稀里哗啦的 说道我没哭 男主安慰孟香巧 大不了从头再来吗 孟香巧说道 设计建筑大赛 四年举办一次 我等不了四年了 没机会了 男主说道 预赛这才刚开始 不是还有两周时间吗 香巧捂着脸说道 我能设计出新的作品 那实物展示 怎么办 不可能完成的 男主握住香巧手腕 自信地说道 你只管出设计 其他的交给我 随后孟香巧连夜 设计作图 而男主连夜挑选 最优秀的工匠师傅 第二天 男主带着一蛇皮带马内 来到工地 几天后 孟香巧带着设计图纸 来找男主 只见悠闲的男主 躺在椅子上 说着太慢了 我这边已经开工了 香巧一脸疑惑 觉得男主在开玩笑 殊不知 男主请来的师傅 可都是八级大工匠 只需要提供 孟香巧的参数 就可以做出基地和架构 随后孟香巧拿着图纸 与建筑对比了一番 发现丝毫不差 完全一样 连最难的毛损结构 都做出来了 一旁的工匠说道 必须的 我可是工书班传人 随后工匠师傅 接过图纸说道 不管什么样的设计 我们都能做得出来 孟香巧喜气洋洋地夸奖男主 没想到 钱不多 你难得也靠谱了一回 男主摆了个手势 不是我靠谱 是这个靠谱 嘿嘿 因孟香巧的作品 被好闺蜜 强行抢走 男主花费重金 在孟香巧与男主的努力下 用两周的时间 又重新建造了一个 昌称完美的作品 全球建筑设计大赛内 玉沈小姐姐 正在提前恭喜王萌萌 这次比赛 你能定吗 远处传来惊讶的叫声 两人目光看去同一个地方 只见一座华丽的建筑展现在眼前 王萌萌 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个作品 下一刻男主和孟香前 两人嚣张地 跟王萌萌打了个招呼 对我的作品惊艳到了 此时的王萌萌 还不敢相信 这是孟香巧的作品 男主在一旁说道 是啊 没道理 同样的设计师 在更短的时间内 却做出了更好的作法 只能说明 新的投资方比较更有强 王萌萌听到这话 咬牙切齿地看着男主 却无可奈何 一声呐 大家请安静 三人同时看向主持人 只见主持人拿着麦克风说道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后全球建筑设计奖金 将同地大学王萌萌的作品 简梦 和同样来自地大学 梦相承的作品 光复中产生 台下众人不禁感慨 都是地大学的 著名雕塑家 维尔说道 我倾向设地展墙 造型繁复的简梦 而另一位艺术家 倾向了大胆创新 张力十足的光复 此时两个作品 一个有一票 主持人感慨 所以说 关键的一票就取决于名了 世界第一建筑师 朗基罗 随后大师便看出了 其中的猫腻说道 恕我直言 这两个作品 虽然风格完全不同 但却出自同意一只手 此话一出震惊全场 男主哈哈一笑 天助我也 刚想做些什么 被梦香巧一手拉住 梦香巧对大师说道 请你先不要管设计的是谁 只管同价这两个作品 哪个更好 只见大师说道 一个用心的作品 一定会留下 设计者的影子 通过作品 我就能知道设计者的想法 所以 我选光复 这个作品 我看到了设计师队 颠覆的渴望 仿佛在说 能打败我的 只有自己 王萌萌 此刻正感变成 因为我 已经有作品进入决策 所以没有将它翻建成 实物作品 没想到被梦香巧同学盗用 男主怒视王萌萌 还要不要脸啊 你到此了梦香巧的作品 还能用心告状吗 随后 男主拿出蛇皮带 梦香巧还以为 男主要贿赂挺稳 连忙大 不要那么做 只见男主将蛇皮带 你的东西 哗啦哗啦地倒出 一张张不翻不四的设计图 男主解释道 这是我跟梦主任要的 你从小到大的话 而这个就是 简梦最初的手稿 亭伟纷质疑王萌萌 他说的是真的吗 王萌萌还在脚垫着 一张小孩子的涂鸦而已 能说明什么 男主举着王萌萌说道 说明挤霸战的是 梦香巧从五岁 就在听你的梦想 什么梦想不梦想的 和比赛有什么关系 你就不要再被妖言获重了 评委说道 确实和比赛没有关系 评委站起身说道 那么我宣布 本届全球设计大赛 奖金获得者 是梦香巧的 光复 王萌萌一点迷惑 什么 他是遭用 为什么还能获奖 评委解释 我刚刚不是已经说了 我选的作品 至于侵权的问题嘛 那是租委会的事 与我无关 梦香巧开心的捂着嘴 随后给了男主 一个爱的抱抱 注意看这是什么 你怎么连衣服都不穿 敏感度有点高 我都忍不住 掏出水龙头了 金兆天豪系统 由男主不停地完成任务 升级为金兆天豪系统 自男主成为叫董后 便成立了社联 任务完成后 系统升级 男主闭上眼 进入系统内部 便发现系统 变成了一个小萝莉 穿上衣服的系统 撅着嘴说道 你真是我带过最差劲的了 事多 猪脑 还扣得很 男主一脸疑惑 我最差劲 你还带过谁 经典的比尔盖 巴菲特 王多余他的爷爷 再早地想不起 叫什么名字了 总之 你是最笨最蠢的 金兆系统就是给人间 带来财富的福祉 金兆系统会先选定宿主 让宿主 以完成任务的方式 将系统内的金额 发放给现实 增加全世界的财富 你可以把我理解为财神爷 男主立马反驳道 不对啊 你这跟无限制印钱 有什么区别 最后的结果 就是通货膨胀啊 可是和你个人 有什么关系吗 总有人在印钱 财富最终 也只会流向金字塔的最高层 男主低声问道 那你一开始干嘛去了 系统飘速在空中说道 该你知道的 会告诉你 长嘴 啪的一声 一股无形的力量 直接给了男主 一个大笔兜 现在你是我的提线木偶 等你的猪脑 变成人脑了 再说 其他的 任务是根据周围环境 随机生成的 只要花钱就好 没什么大关系 只要你乖就给你买条盖 要是不乖头给你打歪 从现在开始 男主的任务上升为终极 不会有指定额度上限 而且可以超额完成 超额完成的部分 以十万分之一的比例 回报给男主 也就是说 男主可以利用系统来挣耳内了 不过男主的猪脑 令系统很担心 随后系统挥了挥手 表示累了要休息了 让男主出去 随后男主便提到 那我的身体呢 好家伙不提还好 因男主之前卡爆的跳楼 不听系统的劝告 现在系统恢复了男主的知觉 只见系统操控着男主 在系统空间摔来摔去 你不是喜欢跳楼吗 让你跳个够